好 上菜了 雷師傅 要這樣端嗎 要了 要這樣走嗎 還是 這樣姿勢多漂亮 你們真的要這樣端嗎 沒有 好 讓大家開心一下 好不好吃呢 老師 我特別想要吃 我可以把它叫做娃娃泊菜嗎 可以 可以 就很嫩 老師 對啊 可以用手嗎 對啊 感覺好像 而且顏色好豐富 對 老師要好吃嗎 很好吃 顏色很好 顏色到很漂亮對不對 而且這個菠菜 你這樣子給它咬起來 沒有那種生菜的味道 沒有 沒有 而且沒有那種色味 沒有 台老師你怎麼 我們原理比較少嗎 我已經把那個 因為我一定要吃一下那個菠菜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擔心那個菠菜有那個色味 就完全沒有 很嫩對不對 好特別 可能是因為剛剛你有多咬了幾下 對不對 有認真咬了幾下 好 非常謝謝雷師傅的創意料理 請這個觀眾朋友 剛才吃豪里 要送給大家 對不對 你一定要看 譚老師他要上菜的 這一道料理是什麼呢 是蔬菜高鮮餅 有請譚老師 譚老師 譚老師是告訴我們 他把DGI的食物 對不對 就是怎麼講 全營養 把它包在一個捲餅裡面 對 其實這是一個早餐 或者是當成一個一餐 像剛才我們的地瓜 如果你吃了地瓜的話 一定要記得主食類就要少 我這個用了捲餅之後 也是同樣的 我們的飯量就要減少 糖尿病很多人就是認為 只要控制這個糖分 其實不是 所有的東西都要控制 所以澱粉也要注意 對 除了澱粉之外 油也要注意 其實這個都要控制 就是油鹽糖 我建議大家都要小心的控制 我炒菜下來就是一點點油 一點點油 對 老師真是用餐巾煮一下 對 用餐巾煮一點點 少油少油 對 然後其實 我們要把所有 高纖維的東西 這裡面有什麼 這裡面我先下芹菜 然後一些 我今天用的是 糯米椒的不辣的 因為我自主及湖南 我喜歡一些辣椒的 我今天用的就是紫色洋蔥 是家裡有什麼就用什麼 對 像這個雞腿跟竹筍 就是如果你在家 尤其最近中元節很多人拜拜 對 你有一些剩下雞肉 你每天都吃同樣其實會膩 你就可以把它 像我這個是滷過的竹筍 跟滷過的雞腿 對 你其實在家就是白煮的什麼 都可以 或者是你生著就燙過就可以了 好 我們需要這個 這個菜就不用 就讓它稍微有一點點脆度 這些東西即使是生的也是比較 也是可以做涼拌菜就對了 對 然後我們就下一點雞肉 是老師這個都燙過了就對了 對 你可以燙過 因為我是滷過的 就直接放進來 然後就把這些東西 就拌炒一下就好了 我今天選的餅 就是跟市面上的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特別 就是它是一種比較高鮮 但是它是沒有油的 對 有時候我去買的 好像比較油一點點 對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 就是自己用這個麵糊 就是給它調成 就是全麥的那個麵糊 然後調成之後 你其實就是抹一點點的油 然後稍微給它成形也可以 也可以 對 或者是你買的這個餅皮 請量不要那種太油的 因為滿多那個很油的 那我們調一點點味道就好 那我就是會用一些 就是黑胡椒 讓它有這個香味 因為我比較喜歡這個 那其實你也可以用什麼 花椒什麼 其實都可以 個人喜好來做調味就對 對 那我滿喜歡黑胡椒 辣椒這一類的 那還有白胡椒也可以 就是你都可以 就是你喜好的味道就可以了 放芝麻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你喜歡所有的辛香料都可以 那我們加一點點鹽 不要太多 但是老師這個不能把它弄太 就是煮出來不要太多水分 就對不對 對 因為你要捲餅的話 會軟掉 對 你的餅就不好吃了 對 那你餅就是 就是如果你要那種脆度 其實就稍微讓它有一點點 越乾 就是乾乾的感覺就好 對 所以我並沒有加這個水 然後讓這個菜 盡量有一點點就是 還帶著這個脆度 所以我洋蔥也不會刻意超久 對 好香 讓它有一點點的 那個香料的那種感覺 而且我覺得這一道菜 很適合做早餐 對 就是早餐 對 我跟小朋友吃 那我又見到多學了一道 對 像Bronch 那種早午餐很適合 對 早午餐 其實也是 老師這個是帶餅 還是要捲起來 有些用同一個頭帶餅 這樣對不對 我不是 我會直接就像 我們把它捲起來 再捲到就直接 把它加進去 其實你也不一定要這個 像有時候 你可以把它拿來夾饅頭 對 或者是買一些 那個掛包的那個皮有沒有 對 然後你就把它放進來 其實就是 這邊你要夾什麼 你喜好就好了 其實潘老師這道菜 有點像墨西哥捲餅的概念 對不對 有點像這種概念 營養有差很多 對不對 就是高鮮的捲餅 其實看起來很美味 對啊 對啊 第二個 一定要滿分 這個雷師傅是專家 這樣也很漂亮耶 你看 對啊 來 先請老師讓我們嘗一個 來 謝謝 好 好 放把它捲起來 來 老師試一下 老師的臉有一點血糖降低 對 沒關係 妳好謠告 好嗎 搞什麼 fare 我們 快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